我善良真诚为什么还是这么倒霉 我心地善良 没有坏心眼 不坑人不害人 一辈子没有做过坏事 为什么 总是让我承受这么多的倒霉事 难道老天爷真的不公平吗 您先别急着抱怨 看完这个视频 你一定会恍然大悟 您先点赞收藏 我接着讲 老子在《道德经》中讲 或惜福之所以 福惜或之所福 这个世间的规律就是福或相依 相互的转换 福中有祸 祸中有福 谁也躲不过 你去看一看 哪一个人是从出生到死 顺顺利利活到九十九 完完整整离开这个世界的 一个人都没有 人生就是起起落落 反而越有大成就的人 磨难就会越多 经历的黑暗时期就会越长 人生就是一场修行 每个人都要经历这样的一场考验 因此说 天将将大任于私人也 并且苦其心智 劳其筋骨 恶其体肤 空乏其身 老天爷在奖励你之前 当然要好好考验考验你 但是百分之九十的人不及格 通过率极低 怎么样才算是及格呢 积极乐观 永远不抱怨 不怨天尤人 要把老天爷给的打击和磨难 当成是磨砺自己心性的垫脚石 永远要用微笑去面对困难和挫折 你的福报马上就来了 如果你满肚子都是苦水 牢骚满腹抱怨这个抱怨那个 那你将永远活在黑暗的世界里 你知道怨气重的人 为什么活得那么苦吗 因为全都是指责 全都是抱怨 老公抱怨老婆老婆抱怨老公 父母抱怨孩子 孩子抱怨父母 活在怨气这么重的环境下 如果再不提升改变 怎么活 为什么今天物质生活这么丰富 而我们的幸福感却这么低呢 不就是因为我们都活在抱怨里吗 抱怨只会让你吸引更大的抱怨 假如我们内心当中的黑暗不出 我们就永远只能活在黑暗的世界中 俗话讲 一念成佛 一愿成魔 我若成佛 天下无魔 我若成魔 佛乃我何 怨恨 就像一个无形的劳伦 困住别人的同时 也困住了自己 这个世界上 最好的放生 就是放过自己 放下心中的执念 一念放下 才能万般自在 您认同吗 评论区告诉我 我是孙德义 关注我为你分享更多的道家智慧